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同学们好 我们来做这一题 这里啊 我们有看到这个 PQRS 这个是一个 长方形 然后 长方形代表是直角 可能会有直角三角形 那么PM呢 会等于A NQ呢是2A-1 QN是5 NR是2 那么三角形 SMN 的面积是 多少平方公分 SMN 这个三角形就是灰色 部分面积 那个我们有做过一题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像这种题目我们先画图 先画图 画完图之后 我们再列四次 好比说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会是多少呢 会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然后呢 减掉三个直角三角形 这样有没有问题 减掉三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就会是灰色部分的面积 那么我们来列四次 好 长方形的面积会是 长乘以宽 长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QN QN这里整理一下之后 我们眼睛就看得到 它叫做3A-1 没有问题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底会是多少呢 底会是7 应该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5加2等17 所以呢 这个 长方形的面积呀 就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减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先减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呢 是 长度啊 PS的长度是7 底层高除以2 然后再减掉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有一个股是3A-1 然后有一个底呢 是2 好 除以2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减这个面积 2A-1 好 乘以5 除以2 好 我们这样子就 你看这个是 呃 四边形 这里有一个四边形 四边形 三角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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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换个颜色 好 整理一下啊 二十七 A 不是二十七 A 插掉 是 二十一 A-7 好 减掉 我们把这个地方全部都放在一起 好 减掉多少 这里是7A 这里是326 6A-2 后面这个地方呢 是 10A-5 好 再整理 21A 减掉7 减掉 二分之 13A加10 是23A 减2-5 是减7 好 这时候怎么办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继续化开来啊 继续要整理 整理成 通分 通分 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 乘以2 乘以2 变成有分母 好 2 里面是 42A-14 到14 好 后面这个地方要注意 前面这里是 减号 减23 减23 减23A加7 好 负负得正要注意 好 再来整理 2 42 减掉23 42A-23A 是 19A 负的14加7会是负7 好这就是我们三角形 smn的面积 也会等于 二分之十九a 减掉二分之七 后面要写一个平方单位 看有没有了解 有了解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他说如果说 这个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二分之十九a 减掉二分之七的平方单位 好我们其他的把它清除掉 因为我们需要空间 来做后面的题目 用橡皮擦擦掉 我现在是换另外一个方式做做看 因为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来写字挺好的 可是呢颜色的那个地方啊 拉不到 这样子做很像还是有点小问题 好我们来这样子做啊 我再继续努力再做 好 已经把旁边的记录下了 他说如果说长方形的周长不会大于 不大于叫做小于 还有等于小于等于 不大叫做小 记得 长方形的周长呢 会是长加宽的两倍 长是3a减1 然后再加上宽是7 长加宽的两倍 这是周长 他说会小于等于100 然后整理 约掉50 能够约分就尽量约分 可是有的小朋友他没有办法这样子约 然后他会化开来 然后再减 然后再跟你讲一下 如果说5个苹果要花5个100块 看到没有 5跟5可以约掉 一个苹果就是100块 好 稍微跟你讲一下 我们再跳回来看 这里是3a加6会小于等于50 所以呢 3a会小于等于44 好 这个a呢 就会小于等于 三分之44 这里是根据这一句话解的 那么三角形 smm的面积会大于25平方单位 它是说 2分之19a减掉2分之7 会大于25 我们不要看到2 所以我们就同乘以2 所以就会19a减掉7会大于50 19a就会大于57 57 57 然后呢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哈 这个a呢 就会大于19分之57 应该可以约分 应该可以约分我们试试看啊 好 19 3 我们看39 27 对不对 是不是就57 所以这里约分完是3 好 从这里的条件我们做出来是 a要大于3 好 这个三分之44 当然是大于3 所以我们要来求a的范围 求a的范围 所以a的范围是怎么样呢 画一下 所以a的范围是 这个a呢 就会小于等于三分之44 然后它会大于3 好 这是我们的答案